第1061章 杀鸡大起 在众目睽睽之下,那赵管家整理了一番仪容,将脸上的些许震惊之一脸去,放声说道 根据我们的一致裁决,这位小友的中型法宝,无论是在品质还是在攻击威力,亦或者其他任何方面,都要胜过夏少爷的大顶法宝 因此,两者之间,法宝方面的鄙视,乃是小友完胜 顿了一下,赵管家又是感叹道,大家也都看见了,小友的中型法宝,可成长性非常强 譬如这种,可以经过不断的淬炼,从而不断提升品质的法宝,在我们海外修者世界,便是,最强法宝 价值无法估量 此言一出,在场的修者们,无不点头 对,评判法宝的优劣,一般就是看哪一件法宝的品质更高 但是,绝大多数法宝,都是无法成长的 倘若,法宝能够像修者一般,经过纪练,得到提升,那就了不得了 基本上就是大门派的镇派法宝 当然,也要看这件法宝,能否成长到圆满状态 没有修者,会去质疑赵管家的眼光 况且,黄小龙纪练神允中的过程,修者们都是亲眼目睹,皆被震慑 夏少爷,是你输了 赵管家一脸正色地看向了双眸,已经充斥满血丝的下顶 咯咯咯咯咯咯咯下顶的喉咙中,迸发出来一种十分扭曲怪异的声音 他脸如魔鬼,一片青丽,牙齿都要咬碎了,就如此弯视着黄小龙 恨不得将黄小龙挫骨扬灰 输了 大败亏输 清尽所有,还把夏家的财力,都动用了一部分,好不容易拍下两件法宝 结果,这两件法宝,到头来,居然是为黄小龙做嫁衣 这财力的损失,颜面的受辱,简直让夏顶这个天纵之财,五内俱焚,气得吐血 他这一生一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别 哪怕是在乾隆榜上,被人击败,那也是被比他更妖孽的天才击败,无话可说 而夏顶,从来不认为,黄小龙是可以与他争锋的存在 在他心中,他便是翱翔九天的凤凰 黄小龙只是运气极好,继承了龙历的小人物 两者不在一个层面 今日受辱,对于夏顶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坐在金鸾殿里的皇帝 被一个挖土的农民,冲进皇宫,直接打了一个耳光 是奇耻大乳 夏顶的那些手下们,也都是脸色阴沉 就在这时,在这距京岛深处,发出一把威严深重的嗓音 这声音,蕴含庞大压力,自然而然间,便可将人镇压 哪怕是天骄般的夏顶,在这一道声音之下,也必须俯首称臣 小友,你这件法宝,很有意思 真是想不到,法宝的精髓与奥秘,居然被你洞悉 声音苍老,对着黄小龙说道 小友,不如,你留下来,助我祭练这件法宝 所有材料,我聚精老人提供,事成之后,再将法宝卖给我 价格方面,我可以给小友一百万块极品零食 亦或者,小友,可在我的宝库中,任意挑选五件珍藏的法宝 是聚精老人在与黄小龙对话 此人是大能,杜杰静后期的高手,万古巨头 看来,聚精老人,也都是看上了黄小龙的神允中 所有修者,多是用骇然的目光,看向黄小龙 而那夏顶,更是渡火狂烧 聚精老人的话,也是侧面地印证了 黄小龙的法宝,胜过夏顶的法宝 不仅仅是胜过,而是胜出太多太多了 要知道,夏顶的那件大顶法宝 若非黄小龙与他抬杠,其实真正的价格 也就是一万块极品零食的样子 但聚精老人,却愿意出一百万块极品零食 收购黄小龙的神允中 两者之间的差距,几乎便是天壤云泥 哈哈哈哈,聚精岛主 你还真是有眼光 黄小龙笑了下,随意道 不过,这件法宝,我并不准备出售 我自己留着玩吧 说完,黄小龙一挥手 那撞破屋顶的神允中,便是不断地缩小 最后变得巴掌大小,被黄小龙捧在手中 那好吧 我也不勉强小友 聚精老人笑了笑 小友目光如炬,很有意思 以后,小友若是有闲,可多到聚精岛盘缓 好吗 聚精岛主,这一尊巨头,似乎都是对黄小龙,动了爱才之心 这又是在现场,惹来一阵骚乱 好了,夏天才,我说过,你今天拍下来的法宝,统统都是替我拍的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黄小龙将神允中,收入体内,对着夏顶轻轻一笑,伸手道 闲话少说,将那八宝葫芦和这口大顶,统统交出来 在场这么多见证人,我相信你也不会出尔反尔吧 夏顶的目光,有些嗜血 不过,一些阴谋,在他眼眸中,快速酝酿 哼,现在,我要是不交出法宝,必将惹来吃笑 再说,聚精老人,似乎也看重这小子 我要是对他动手,聚精老人也会瞬间出手阻止,夏顶舔了舔嘴角 黑这口中,的确强横的一塌糊涂,还能够不断计恋,提升品质,好 好,这口中,便是本少爷我的了 今年的乾隆榜比赛,有了这口中,本少爷一定会大杀四方的 在这一刻,夏顶意识到了黄晓龙那神允中的价值,贪婪之心,无法遏制 呵呵好 夏顶似笑非笑地看了看黄晓龙,旋即果然是痛痛快快地叫八宝葫芦和那口顶,交给了黄晓龙 我夏顶,一向是言出必见的 这两件天价得来的法宝,便是归你了 少爷!您!后面一群手下,都是黄疾不已 闭嘴!本少爷还输得起 夏顶大义凛然道 这时,拍卖大厅内,便是有不少的修者,都赞誉了起来 夏少爷拿得起放得下,果然是人中龙凤 心胸豁达啊!只有这等心性,日后才能成就大道啊 夏少爷的云淡风轻,简直就是让人佩服,佩服至极啊 这一场比是法宝,夏少爷是虽败犹容 其实成败只是一时的,这种鉴别法宝,运气占据多数 天骄之间的巅峰对决,还是要看看谁战斗力强,将对手踩在脚下 好恶心啊,这一群阿鱼奉承之辈听闻到这些十足肉麻的话 宋宇如也是大昼其美 瞻堂在一旁苦笑道 在海外修者世界,马屁精是很多的 呵呵,习惯就好 不过,岛主真是太神奇了 一个又一个的惊喜,接踵摩肩而来,令人应接不暇 黄小龙老实不客气地将夏顶的两件法宝接了过来 抹去烙印,重新地血认主 然后收了法宝,似笑非笑地对着夏顶道 呵呵呵,夏少爷,如此,就多谢你的慷慨了 挨出来海外修者世界,正愁没有法宝 今天让夏少爷破费了 哈哈哈哈听到黄小龙这等讥讽之言 夏顶感觉自己都快要吐血了 但他竭力隐忍着 双拳紧紧握着,全身轻抖 故作很有风度般的道 呵,今天的确是你眼光好一些 运气也好一些 不过,人不可能一世走运 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到时候,我相信,你会为今天所作之事后悔 并付出代价 但愿如此吧 黄小龙一笑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说完,黄小龙招呼了宋雨儒 营澳山,詹堂,以及三只小妖怪 快不离开拍卖行 等到黄小龙走出去之后 夏顶的一群手下,才围了上来 一个个的脸上,都布满了争鸣之色 这些手下,纷纷给夏顶传音入密 少爷,现在怎么办? 不可能,就让那小子走了吧? 哼,当然不可能 我们现在出去 不过,不要急着杀 一路跟踪,到达那小子的老巢 然后,将他虐杀 并且,把所有与之有关的人,统统灵虐致死 哼,今天他欺人太甚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身上的所有法宝,我都要拿到手 夏顶嘴角,勾勒出来了一抹极为残忍的表情 这小子,现在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宝库 他难道不知道,怀必其罪的道理 有些东西,不是他这种垃圾,可以染纸的呀 说完,夏顶不动声色地朝着拍卖行外面走去 一群手下,脚步汹涌,杀气腾腾地跟随 那主持人孟奇,以及赵管家等人,都是交换了一下颜色 哀罢了,出了聚精岛,我们也管不着 再说,夏家是大,夏顶乃是乾隆榜上的天骄 罢了,罢了,希望那位小友,自求多福吧 赵管家怜悯地叹息一声 第1062章,送你们上路 黄小龙直接带着大家伙离开拍卖行 而后,祭出一口飞剑 剑光迷蒙,树杖之宽 踏上飞剑,搜的一下,便飞离聚精岛 返回龙岛 二终于要回家了呀 黄小龙坐在飞剑之上,伸了个懒腰 潜意识里,他已将龙岛,当成了自己在海外世界的家 就如同,当初从大山里,来到城市 将滨海市,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乡 岛主,此番远行,你可真是收获良多呀 沾堂感叹了一下,颇有点如坠梦境的味道 原本以为,陪着黄小龙去巨龙遗迹 仅仅也就是看看热闹 可没想到,黄小龙却屡次创造了奇迹,得到不少至宝 是啊,我不但继承了不少龙力 而且还将那个巨龙遗迹的祭坛,都绊走了 以后,龙岛之上,人人如龙 另外,还收获了不少法宝呢 黄小龙眼睛微眯,脸上尽是自得之意 最关键的是,我还打了好几个乾隆榜天才的脸 真过瘾啊 哈哈哈哈 以后还要经常打他们的脸,他们欠打 黄小龙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谈吐之间,丝毫没有将夏鼎与黄斧天骄等天纵之才,放在眼里 岛主,你,你还真是百无禁忌 詹堂是彻彻底底服了黄小龙 小龙,这次我们是不是要把卧龙山庄搬到龙岛上啊 宋雨如一脸兴奋地拉着黄小龙的胳膊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见到静姐,夏英姐,还有孙薇他们了 看得出来,宋雨如很是想念自己的好姐妹们 黄小龙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就在这时,黄小龙那渔网般一散开去的神念,却是微微波动 他清楚地看到,在后面,有一群杀气腾腾的修者,如同复古之躯,正在尾随着 为首的,赫然便是那夏鼎 呵呵,黄小龙心头,也就是冷笑了一下 对此,他其实并不意外,他才不相信,以夏鼎这种牙字必报的性格,会善罢甘休 果然追来了 不过,夏鼎与手下们,刻意与黄小龙保持了一段距离 他们并不立马围上来厮杀,而是不疾不徐地跟踪着 这群傻比,难道是想一路跟到我家? 然后一网打尽 哈哈哈哈,真是太愚蠢了 哎,这或许,就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吧 黄小龙的眼中,也是略微泛起了一丝冷冽的杀机 黄小龙也不说破,依旧是和宋宇如等人,有说有笑的 后面数十里之外 以夏鼎为首,一大群修者,脚踩飞剑,乘风破浪,撕裂空气,在飞行跟踪着 下顶脸孔之上,尽是暴虐至极的杀意,整个人显得凶残而可怕 小子,这次,我不但要你死,我还要你全家灭绝 本少爷的脸,你也敢打 少爷,我看那小子就是个散修而已 走运既成了龙力,就开始膨胀,小人得志了起来,事实上,在少爷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一名杜杰竟初期小巨头,一脸讨好的道 少爷,等会儿,根本就不需要您出手,咱们就可以替您,将这小子大谢八块 另一名杜杰竟初期小巨头,呲牙一笑,下顶思考了一下,不过也不用急着杀 先把他的家人朋友杀死,诶骗他替本少爷记恋那口中,完了再虐杀他 本少爷要先给他一些希望,再让他慢慢绝望,哈哈哈哈 少爷英明 黄小龙遇见飞行了几个小时,在落日之前,终于是快要到家了 龙岛,就在前方 不过 嗯 黄小龙站起身来,明眸一看,只见在龙岛的上方,竟然悬浮着数十名修者 这些修者,一个个面目凶残,充满了贪婪之意 鸟看着龙岛,就好像是在盯着一块肥美的鲜肉 龙岛上,撑开了十几个防御阵法,如光球,如琉璃罩子,将整个岛屿包裹了起来 此时,东方先生与投靠黄小龙的那六名低级伞修,正面色凝重地站在一座宫殿外面,抬头望天 可恶!这些伞修,居然趁着岛主不在,跑来行凶 欲要抢夺龙岛 东方先生,面色有些焦虑 一名伞修颤声道 东方先生,这,这些伞修,我倒是知道 他们乃是横行在海外的一伙盗贼,为首的几个,都是杜杰净初期的小巨头 经常抢劫,杀人越货,手段极其凶残 没想到,他们竟是盯上了咱们的龙岛 埃前岛主观山,在海外修者世界,算是略微名气,又有人脉 所以,在他坐镇之时,无人敢来捣乱 而咱们的岛主,出来海外,还为扬名立威,此岛是一块肥肉,自然惹来垂涎之徒 或许,那些门派弟子,还会自重身份,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来抢 可是,伞修却是顾不得这么多了 东方先生叹了口气 伞修是扶平,一般没有根基,因此总爱抢夺地盘 顿了一下,东方先生眼中闪过一抹坚毅之色 我们皆为法力净,万万不是这些凶暴伞修的对手 不过,岛上有攻防阵法,我们借助阵法,也能还击 大家不要惊慌,竭力守护岛屿 我们的小岛主,看起来不险山不漏水,但我阅人无数,知他不凡 倘若他能及时赶回,一定可以化险为夷,保住龙岛 东方先生已经决定,一旦那些伞修,开始发动攻击,他就会开启岛上的攻击阵法 黄晓龙遇见,停在了不远处,眯缝眼睛,看向了那群伞修 哦?你是何人?在那群伞修之中,凌空走出来一个红色长袍,面白无虚的男子 周身法力波动,十分旁派,有一点高手的风范 黄晓龙神念一扫,就知道,此人是个渡劫境初期的小巨头 修为和战斗力,都和元岛主观山,相差无几 嘿嘿,你们又是什么人?黄晓龙不打反问道,语气有些揶鱼 我们?那红袍男子,微微一致,旋即狂声大笑起来 我们很快便是这座岛屿的主人小子,你也是伞修吧 怎么,也想分一杯羹?哈哈哈哈 刹那间,这些伞修,都是仰天狂笑了起来 黄晓龙还没说话,身后数十道恐怖的气息,飞掠而来 不用回头,便已知道,夏鼎和他的喽啰们来了 小子,本少爷说过,你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夏鼎昂首,站在飞剑之上,意气风发 一股股恐怖的法力和杀意,正在缓缓酿 让得这叱咤风云的天骄,如同火山一般沉寂 但却与人一种雷霆般的压迫感 现在,本少爷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来,磕头,奉本少爷为主,替本少爷祭练那口中 这样,或许可以,留下你一条狗命 夏鼎轻描淡写地说道 说话之间,夏鼎的那些手下,也都是散开了 组成一个扇形,朝着黄晓龙,徐徐包围上来 恐怖的法力波动,几乎让这片海域都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压抑得可怕 那边欲望抢夺岛屿的伞修们,看见这一幕,也都是吓得傻眼了 是是,是乾隆榜上,排名,排名第,第,第26位 夏,夏家的一位少爷那红袍伞修,激进崩溃 虽然,他和夏鼎,都是杜杰镜初期的修为 但两者的法力品质,战斗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红袍伞修,有一种随时都会被夏鼎秒杀的绝望感 但他被震慑在了原地,不敢乱动 唯恐稍微动一下,气机牵引,就惹来夏鼎的攻击 啊哈黄晓龙看了看那些强倒的伞修 又看了看气焰嚣张的夏鼎等人 哎你们还真会选地方呢 黄晓龙又看了看如血的残阳 这里山清海水兰,你们死在此处 倒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 死了也不必担心事变 哈哈哈哈说着 黄晓龙心念一动 巴掌大小的神隐中 从体内飞了出来,悬浮在面前 我初得到这件法宝 纪念一番,耗费大量材料 还没有使用过一次 正子手痒,哈哈哈哈 恰好,你们来了 那我就用这件法宝,送你们上路吧 此时,黄晓龙面对的,是数十名修者 其中杜洁静也不少 更有下顶这种横压一方的绝世天骄 可是,黄晓龙偏偏面不改色 云淡风轻,言语之中 带着说不出的不屑,骄傲,自信 屁你所有人,将所有人都不放在眼中 居然闯到我家门口来 那你们就再劫难逃了 第1063章 岛主,你出名了 既然黄晓龙已经是将龙倒 视为自己在海外世界的家园 那么,有敌人闯入自己的家园 还口出恶言 要虐杀自己的家人 那便是触碰到了黄晓龙的逆鳞 龙有逆鳞 处之必死 恰好,黄晓龙也想试试神允中的无上神威 当下,黄晓龙直接记起神允中 他的气势冲天而起 竟是逼迫的周遭之人 心惊肉跳 与之同时 龙岛上的东方先生 以及那几名散修 都在仰望 已经看到了黄晓龙 岛主回来了 东方先生 心头竟是涌起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东方先生 看样子 岛主是要与那些修者战斗岛主孤身一人 我们 我们 一鸣散修着急的道 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法力低微 帮不上什么忙 你们看岛主 强低环似 却是一脸淡然 骄傲 我相信 岛主能够应付下来 东方先生激动的道 请客之间 神允中便是陡然变大 神允中变得有数亩地大小 通体散发射人的胸威 中体之上 符文如之 悬浮在黄小龙面前 便如一座微微青山 十分挺拔 沉重 小杂种 这口中 是本少爷的了 看到神允中 那下顶眼中 贪光大盛 黄小龙用神念 将宋羽如和詹堂等人裹了起来 让得他们 等会儿不至于被终生镇死 嘿嘿嘿 这口神中 当年也曾经横压一时 今日恢复了一丝荣光 你们能死在此中之下 倒是死得其锁了黄小龙也不啰嗦 身体一动 几道金光灿灿的龙气 便是嘶吼咆哮 从他体内钻了出来 每一道龙气 都相当于极为凝练的两千道真气 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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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道龙气 便如锯锤一般 轰然敲击在神允中的中体上 终生浩荡 震报云霄 下一刻 哼 首先是一大片海水 直接被终生掀起来了十几丈高 在这些海水之中 漂浮着无数的鱼虾蟹 还有鲸鱼 统统都已经被震死 阴波的鱼韵再一扫 鱼虾残尸 便是再度一震 爆成碎片 血腥充片 在龙岛周边的一些礁石 意识被震得浮动疏软 化作鸡粉 纷纷扬扬 龙岛有黄小龙改良过的防御阵法 倒也不受到终生阴波的干扰 与之同时 阴波一扫 一个个神通静的修者 身躯当场就是爆炸开了 化为一片血污 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就粉身碎骨 围攻黄小龙的修者 包括下顶的手下 以及那些强倒的散修 都是以神通静居多 现在 黄小龙才刚刚敲响神隐中 所有神通静修者 尽数隐落 无意生还 场面骇然 惨不忍睹 仅仅只剩下几名度捷径的修者 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不过 刚才的终生 虽然没有震杀他们 但却是震得他们全身剧烈抖动 大脑产生了一瞬间的空白 五脏六腑 都像是被猛烈挤压了一下 弱小一些的度捷径 初期修者 甚至还吐了口血出来 妈的 下顶又急又怒 咆哮道 还愣着干什么 放法宝 杀 说时迟那时快 下顶首先身体一动 就连连放出十几把飞剑 以万剑横空之势 飞斩黄小龙 其他度捷径修者 也不敢再怠慢了 奋起全力 祭出自己压箱底的法宝 一时间 各种飞剑 飞刀 长枪大己 从四面八方 朝着黄小龙抱拥而至 黄小龙傲然不动 一道道龙气 从他的体内 相继蜂拥而出 这些龙气 有鳞有角有须 栩栩如生 飞舞盘旋 气息凶利 足足数百上千条 密密麻麻的龙气 几乎是填满了一方空间 所有的龙气 都猛烈撞击在神陨中之上 哐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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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声连绵起伏 络绎不绝 恐怖的音波 就好像是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涟漪 扩散而出 空气被震爆 发出啵啵啵的声音 那些飞向黄小龙的法宝 竟是被音波凝制在了半空 法宝在与音波抗衡 不过很快 砰 砰 砰 陋克在这些法宝上的阵法 终于是承受不住音波的碾压 纷纷爆碎 阵法一破 那些法宝的灵气就涣散了 似乎是变成了一块块腐朽的碎片 掉落到了海洋之中 那下顶记出来的飞剑 品质算是不错 但也是火星四剑 眼看就要崩解 黄小龙宛如魔神 下手丝毫不留情 不断地催动龙气 疯狂敲钟 哐郎 哐郎 一个个镀结镜的修者 身上就炸出来一块块触目惊心 惨不忍睹的伤口 然后 他们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四分五裂 直接爆碎成颗粒状的碎块 眨眼之间 与黄小龙对敌之人 便只剩下下顶一人 其余之人 尽数殒命 尸骨无存 这让下顶 破天荒地 涌起一种挫败感和恐惧 是的 他怕了 不过 这一波钟声连敲 倒是没有立刻震死下顶 下顶不愧为天才 一身法力 比普通的修者 要纯粹得多 法力品质也高得出奇 下顶以法力 消弭了终生的杀法 只是轻伤 琉璃金身 下顶大吼一声 风云色变 全身立刻爆发出一种堂皇的琉璃之光 五官充满了立体感 这是一门防御的功法 尖不可摧 下家密传 非同小可 紧接着 下顶又催动了一件防御法宝 几片大大的龟壳 就好像是盾牌一样 将它护卫了起来 哈哈哈哈 要当缩头乌龟了吗 黄小龙长生一笑 狂笑之中 黄小龙也没有停手 这一波 身体内部 所有的龙气 都被他释放了出来 足足1487道 狂力如暴君的龙气 释放着龙威 剧烈敲钟 咚咚咚咚 眨眼间 神允钟就被敲响了1487次 足足1487道音波 朝水一般 朝下顶覆盖过去 下顶本想朝黄小龙冲过来 行险一搏 击杀黄小龙 可没想到 黄小龙一下子敲响了上千次钟声 音波如潮 滚滚散散 排山倒海 下顶下的魂飞魄散 那等桀骜的天才心性 早就不翼而飞 仅存的一丝斗志 也土崩瓦解 扑 扑 扑 萦绕在下顶身周的龟壳 立刻崩碎 扑 一口鲜血 狂剑而出 下顶身上 那至高无上的琉璃之色 也是逐渐黯淡下去 这个时候 下顶再也不敢逞胸了 他凝聚起来全身法力 身上就好像是安装了一个火焰喷射器 咻 下顶闪电般退开 音波追杀了一小段距离 杀伤力便是削弱了数成 下顶又烧了一张福转 速度再次激增 这才算是逃得一命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杀我下家之人 还想杀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下顶发出了气血的声音 但是这声音 有些外强中干 似乎怕黄小龙追赶 他没命似的逃远了 天啊 岛主 你居然击败了乾隆榜第26位的妖孽 将其打得落荒而逃 岛主 你 你出名了 你现在彻底出名了 瞻堂在旁 不由自主地尖声叫道 第1064章 我要组建门派 黑果然 不愧为乾隆榜上 排名第26位的天才 我的神允中 竟不能直接灭杀他 黄小龙笑了笑 当然 刚才黄小龙要用其他方法 是可以击毙下顶的 不过他在尝试神允中的威力 也就懒得再用其他杀招了 这样一只蝼蚁 跑了就跑了 无伤大雅 甚至于 黄小龙还巴布的下顶跑回去搬救兵 这样 黄小龙又能猛敲一波神允中了 收起神允中 黄小龙但笑道 出什么名 虚名而已 哈哈哈哈 走吧 我们回家吧 黄小龙欲见俯冲 登临龙岛 心念一动 便将龙岛上的防御阵法打开 一群人回到岛上 此时 夜幕降临 岛上倒是一片灯火璀璨 东方先生 与那六名散修 赶紧迎了上来 将黄小龙等人 团团围住 当得知 被黄小龙杀得落荒而逃的人 是前龙榜天才下顶之时 东方先生与那六名散修 皆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双目骇然瞪大 张嘴和不拢 岛主 现在老朽终于相信 你能够将龙岛 发扬光大了 老朽投靠岛主 的确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 哈哈哈哈 东方先生 有一种老怀大胃的味道 以前的观山岛主 以吻为主 兢兢夜夜求存 岛主你看似激进 实则 在海外闯荡出来 弱大名头的枭雄 又有哪一个 不是如岛主 这般沙发果断呢 小意思而已 好了 先吃饭吧 黄小龙淡然一笑 众人来到岛上一家酒楼 六名散修 忙着去张罗饭菜 喊 我这岛上 居然连一些烧火煮饭的人都没有 还真是够寒酸的呀 黄小龙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 看了看身旁的詹堂 东方先生 以及几名散修 颇有点光感思令的味道 可用之人极少啊 看来 我是应该招募一些人手了 黄小龙心中一动 岛主 倘若要招募人手的话 咱们可以去海外一些贩卖奴隶的地方 好好挑选一番 东方先生微微一笑 人手不是问题 只不过 奴隶大多呆蠢 也没什么修炼法力的天赋 还能购买奴隶 黄小龙有些愕然 那是当然 岛主 海外世界 只要你有零食 基本上想买什么 都能买到 这里没有法度 在华夏中土世界 一切不可能之事 在海外皆有可能 瞻堂也是笑道 哦 有趣 非常有趣 黄小龙点了点头 不过 我这龙岛 将来可是福地 总不可能招募一些奴隶上来吧 这时 饭菜弄好了 倒也丰盛 摆满一桌 这些散修的厨艺 倒也精湛 黄小龙大快朵疑 众人九足饭饱之后 便是随意畅谈起来 对了 我与那乾隆榜上的皇甫天交 约定一战 所以 今年的乾隆榜比赛 我势必要参加 东方先生 瞻堂 那乾隆榜比赛 具体是怎么回事 黄小龙兴畏盎然地询问道 岛主 乾隆榜乃是天交的舞台 在海外修者世界 只要年龄没有超过三十岁 便能参战 瞻堂眼中 闪烁着激动的火苗 能上榜者 皆为爵士妖娆 一生荣耀 黄小龙心头 顿时滋生一缕不屑 妖娆 妖娆个屁 还不是要被我踩 瞻堂继续说道 岛主 今年的乾隆榜比赛 应该是在半年之后进行 不过 要报名参加的话 有两个条件 报名参加乾隆榜的比赛 还有两个条件 黄小龙不懂 对 岛主 两个条件 达到一个就可以了 瞻堂道 第一个条件 你乃是海外门派弟子 门派弟子 可以直接通过门派报名参赛 第二个条件 因为海外修者世界对于散修还是很藐视的 散修基本没地位 不过 一些年龄不足30岁 又天赋异禀的散修天才 想要参加乾隆榜的比赛 就需要拿到某个门派的推荐函才行 瞻堂直言道 也就是说 散修如果没有推荐函 是不能参加乾隆榜比赛的 汉 这简直就是骑士嘛 黄小龙无语摇头 算计了一下 他不是门派弟子 因此达不到第一个条件 他应该算是一个散修 那么 推荐函呢 上哪儿去找推荐函 大约找到峨眉派 亦或者是宜花公 还是能拿到一份推荐函的 可是 以黄小龙的心性与地位 又怎肯去开口求人 岛主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东方先生沉吟道 嗯 东方先生 请讲 黄小龙连忙问道 岛主 那便是 你自己组建一个门派 不过 这个条件 更加苛刻 更加的难以达到 东方先生无奈一笑 对 第一个条件 其实想办法拜入一个门派就能满足 第二个条件 厚着脸皮 亦或者拿些法宝去求情 去交换 多半也能拿到推荐函 可是第三个条件 要组建一个门派 那难度就大了十倍百倍了 不过 对于这件事 黄小龙明显十分的热衷 他兴奋不已的到 组建门派 一般需要什么条件 岛主 组建门派 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东方先生 声音发颤 最基本的要求 便是门人的数量 门人弟子的数量 要招揽多少人 黄小龙急忙问道 岛主 在海外 比较小的门派 都有好几千人 瞻堂亥然道 也就是说 岛主 你想要组建一个门派 起码需要几千上万门人弟子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东方先生继续说道 除了招揽如此多的门人弟子外 还有就是 新建的门派 还必须拥有自己的传承底蕴 所谓的传承底蕴 便是修炼的功法 这等功法 不能去剽窃其他门派 这个很难 东方先生叹气 岛主 除了人数 传承功法之外 还需要法宝 一个门派 哪能缺少法宝 法宝数量也不能少啊 东方先生扎舌道 门人数量 传承底蕴 法宝数量 当这三个要求 同时满足之后 便邀请其他门派来审核 必须是大派 这些大派 点头首肯 就代表 海外修者世界 已经承认了 这个新建的门派 难 难 难度太大了 岛主 你就全且听听得了 不说别的 你出来海外 一切都很陌生 上哪去招揽数千上万门人 东方先生摇了摇头 岛主 老朽在这海外世界 还略微有些人脉 这样吧 如果岛主决议 要去参加今年的乾隆榜比赛 老朽就豁出老脸 去给岛主你 求一张推荐函 不用了 何必去求人 黄小龙摇了摇头 我决定了 我要组建一个门派 第1065章 不屑 质疑 嘲讽 黄小龙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了出来 那便是要在这龙蛇混杂 且又波澜壮阔的海外修者世界 组建一个 属于自己的门派 这是何等的千秋大叶啊 此言一出 首先宋羽如 迎奥山 还有三只小妖怪 都忍不住拍起掌来 好啊 公子 太好了 在海外创建一个门派 去和那些根深蒂固的大派争锋 那是多么好奇冲天之势啊 小红欢声叫道 黑妹意识猫谋放光 公子创建的门派 一定可以横压一事 将海外所有大派 统统踩在脚下 狠狠蹂躏 那些大派 必须臣服 否则 公子挥手就把他们消灭掉了 对此 东方先生 詹唐 以及六名散修 则都是面面相去 这也太离谱了吧 虽然说 黄小龙既成了海量龙力 又会祭练法宝 甚至用一件简陋得到的法宝 杀得乾隆榜天才下顶 哭爹喊娘 落荒而逃 可是 这也不足以让黄小龙 去缔造一个门派 成为海外修者世界的新贵吧 你要说 黄小龙在乾隆榜上 牢牢占据一个靠前的排名 这一点 东方先生和詹唐相信 甚至你要说 黄小龙未来一定会名动十方 成为一尊万古不灭的大巨头 东方先生和詹唐也相信 但你要让黄小龙 目前就去缔造一个门派 并且被海外世界的其他门派认可 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要知道 在海外修者世界 哪怕是那种小门派 也至少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奋斗与进取 才存留至今 黄小龙有什么底蕴 从屋到头 去缔造门派呢 龙岛之上 又没有灵脉 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岛屿 面积也不算大 靠什么去吸引门人呢 况且 黄小龙也太年轻了 没有资历 名气也不够响亮 不是巨头啊 鹅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黄小龙嬉笑 看了看东方先生和詹唐 以及那几名散修 脸色认真而专注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鹅 还有半年 乾隆榜的比赛 就会拉开帷幕 也就是说 我要在这半年之内 把门派建好 这样才能水到渠成的 拿到参赛资格 半年时间啊 詹唐尖叫了起来 岛主 这时间也太紧迫了吧 不对 黄小龙忽悠摇了摇头 建好门派 还要让一些有资质的大派来审核 因此 我必须提前 那么这四个月吧 四个月的时间 我搞定一切 然后在龙岛上 举行一场盛大的开宗立派大典 邀请海外各方势力 前来观礼 四个月 詹唐和东方现在 都感觉自己快要被吓晕过去了 说干就干 黄小龙倒是兴奋了起来 我现在 便将这消息 发布出去 好让海外各方势力 提前做好准备 四个月之后 过来观礼 说完 黄小龙直接从随身翻布包包里 取出一叠一叠的空白符纸 运用法力 在符纸上 写了一份通告 四月之后 承邀海外诸禄豪杰 大能 前来我龙岛 观礼 龙岛 将成为海外一方新兴势力 洋洋洒洒 也写了不少文字 每写好一张符传 那符传就会像蝴蝶一般飞去 翩翩飞出龙岛 在海面之上 尽情地徜徉 直到被修者们发现 一个小时的时间 黄小龙就极为娴熟地 写好了几百上千张符传 发放了出去 好了 想必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会在海外修者世界 传扬开去 黄小龙极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届时 我的龙岛会很热闹 岛主 在海外修者世界 已经多年 没有出现过新的门派了 倘若 这件事 您能够办成 的确将会空前的盛况 并在海外修者世界 传为一段佳话 东方先生 有些苦涩的道 现在 消息都发不出去了 世人皆知 一旦黄小龙做不到这件事 那么 就会成为一个天大笑话 事实上 东方先生和詹堂 也的确并不认为 黄小龙能够完成这个奇迹 对 这就是一个奇迹 一个逆天的奇迹 黄小龙也没有去理会 东方先生与詹堂的震撼 他吃饱喝足 便是返回自己的居处 宋宇如 迎奥山 三只小妖怪 都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一栋雅致高谷的木楼中 淡淡的灯火 映衬出一股温馨之意 窗外海风灑燃 明月高悬 构成了一副令人窒息的夜色海景图 黄小龙坐在竹椅上 享受着三只小妖怪 悉心欲贴的肩背按摩 宋宇如和迎奥山 也是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凝望着黄小龙 小龙 说出去的话 就是吐出去的唾沫 可不能反悔了呀 宋宇如笑道 四个月的时间 你有什么计划吗 呃 当然有机会 不过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黄小龙一脸笃定的道 首先第一步 便是要凑够人数 黄小龙微微一笑 海外一个小门派 就必须要有数千上万的弟子 大的门派 恐怕门人数量更是几万 不过 人员方面 其实我倒是不太担心 我知道了 小龙 你是想回华夏中途 带一些人过来 盈奥山眼睛一亮 明白了黄小龙的心思 带一些人还不够 至少要有几万人 小龙 咱们卧龙山庄里的所有人加起来 也就是一 两千人吧 宋宇如一边皱眉计算 一边道 不过 不管怎么说 马上就能和好姐妹们在一起了 真的想死他们了 华夏中途 我倒是认识不少人 除了卧龙山庄 还有滨海四大家族 还有古武世家 还有其他种种 加起来 几万人肯定有 黄小龙语气很肯定 去中途招揽门人弟子 总比在海外凑人数强 海外修者 人心险恶 多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豺狼之辈 我不喜他们 好了 明天我们就动身 返回华夏中途 黄小龙眼睛发亮 一夜无画 次日 一大清早 黄小龙就起床 宋语如 迎奥山 三只小妖怪 也是早早起来 眼神之中 充满了归心似箭的味道 这一次回到华夏 陪黄小龙招揽人手 那就是回家呀 毕竟 他们的跟在中途 离开的时间不长 却是极为的思乡了 离开木楼 詹堂却是早早的在外面等候了 神色恭敬 詹堂 你告诉东方先生 我马上就要赞离龙岛 黄小龙笑了笑 岛主 你是要去何处 詹堂问道 詹堂 正如你所说 要组建门派 就必须招揽人手 因此 我准备去吸纳几万个人再说 黄小龙轻描淡写的道 詹堂微微一致 玄机苦笑道 岛主还真是雷厉风行的人 不过 不知道岛主 要去何处 招揽数万人 哈哈哈哈 我从华夏中途而来 我的人脉 根基 都在那里 我当然是回家乡招募一些子弟兵了 哈哈哈哈 黄小龙唱快一笑 哦 詹堂心中一动 旋即连忙道 岛主 我还从未涉足过华夏中途 听说非常有趣 科技发达 倒是 倒是想随岛主一起去 无妨 你就跟着我吧 黄小龙笑着点头搭晕 黄小龙笑着点头搭晕 就在这时 龙岛上空 蔚蓝的天空中一道道强横的神念扫了过来 与之同时 虚空之中绽放出来一双双古老苍茫 一散着爵士威压的眼睛 这些眼睛 便是用不屑的目光 在龙岛上扫了一下 接下来 便是一声声透着讽刺与嘲笑的笑声 哈哈哈哈 这四个月之后 此岛之上 要建立起来一个门派 哈哈哈哈 滑稽 滑稽 海外修者世界 已有许多年 未曾建立新门派了 曾经有一些散修 企图立派 但无法得到各大门派的首肯 哼 就这弹丸之地 阿猫阿狗三两只 就妄想开宗立派 还到处发帖子 邀请人前来观礼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胡闹 胡闹啊 岛上的确人烟荒芜 几乎就是个孤岛 没有灵脉 亦没有拒之阵法 何谈创建门派 是不少的大能 用神念扫查黄小龙的龙岛 并口出讥讽之言 对此 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 他的神念 也是迅速传递出去 你们也不要看不起人 四个月之后 我会让你们 让整个海外世界 跌爆眼球 我们走着瞧吧 第1066章 老婆们 我回来了 看来 黄小龙发出去的告示 已经被海外不少的修者看到 因此 今天一大早 便是有大量的神念 从各处扫了过来 欲要探个究竟 不过 当他们发现了龙岛的格局 与岛上人员之后 近数都迸发出来了 极为嘲讽的意念 冷嘲热讽也就罢了 甚至还有大肆谩骂的 好吗 黄小龙才刚刚宣布 要组建一个新门派 便是遭到了巨大的非议 对于这些不怀好意的意念 黄小龙是充耳不闻 也不用收拾行囊了 我们立刻就出发吧 黄小龙笑了笑 旋即 将东方先生叫了过来 让他与那六名散修一起 好好守护龙岛 龙岛上的攻防阵法 都经过了黄小龙的精心改良 他也不必担心 出现什么闪失 当下 黄小龙寄出飞剑 瞻堂 宋宇如 迎奥涵 与三只小妖怪 一起踏上飞剑 飞剑如流星赶月一般 就朝华夏中途方向掠取 黄小龙盘坐在飞剑之上 扒风不动 脸上 却也是浮现出一抹 类似于游子归家的表情 哎我这才出来没多长时间 居然也有些想念家乡了 扑小龙 我看啊 你是在想念某些人吧 大老婆宋宇如笑嘻嘻的道 是啊 黄小龙也不否认 本来嘛 我准备在海外发展一段时间 再把静姐和白虎妹妹 他们接来 不过这次 正好趁此机会 办了此事 以后 与他们耳鬓撕磨 长相厮守 不用饱受那种相思之苦 那是再好不过 鹅岛主 瞻堂在一旁表情古怪的问道 岛主夫人有很多位 扑你还不知道我家小龙是出了名的花心吧 他的老婆有好几百个呢 盈澳山夸张地道 怎么样 瞻堂小姐 要不要考虑一下 成为我们太太团的一员呢 文言 瞻堂那一直以来 都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弧 竟是骤然起来一道连衣 他脸色一红 脆道 你们可别乱开这种玩笑 岛主 岛主他会生气的好吗 瞻堂的前台词就是 岛主会生气 他自己却不会生气 这一路上大家伙有说有笑 旅途并不显得枯燥无聊 黄小龙并不打算在海洋中过夜 因此 在飞剑之上 又贴了几张加速的符传 飞剑速度激增数倍 见状 瞻堂再度骇然 没想到 黄小龙的手段 竟是如此的层出不穷 练其画符 简直无所不惠 无所不惊 瞻堂发现 自己越是和这个岛主相处 便是越看不透他 简直就是深不可测 难不成 这次岛主真的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组建一个门派 并且得到其他门派的认可 从而在海外修者世界 占据一席之地 瞻堂内心 竟出一片茫然 以及 一份期待 飞行到了傍晚时分 终于 在以你的晚霞映衬之下 前方数十里外 出现了一片极大的陆地 万家灯火璀璨 人气极盛 空气之中泛着烟火味 俗世的各种七情六欲 喜怒哀乐 摩天大厦临次至比 汽车的尾气飞扬了起来 荡漾起一层层雾霾 边海市 前方便是边海市 边海我们回来了 宋宇如在飞舰上蹦蹦跳跳 手舞足蹈 欢喜得像是一个小孩子 黄小龙也站起身来 深深地吸了口气 仿佛又嗅到了那曾经极为熟悉的空气 额 这就是华夏中途 瞻堂的眼睛里 顿时写满了好奇 他放开神念 扫了出去 挖这座城 好多人啊 天啊 有上千万人 边海市 上千万流动人口 其实在华夏 这种人口基数 算是大城市 但比边海市的人口更稠密 人口基数更大的城市 不在少数 可是对于瞻堂这种海外散修来说 一座城上千万人 那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 在海外修者时间 哪怕是顶级大门派 也就是数万或者十几万的弟子门人吧 对 这个就是华夏中途的一座城市 类似这样的城市 还有很多 华夏中途人口 十几亿都不止 黄小龙笑道 有意思 岛主 的确有意思 不过 这些人 都太弱小了 宛如蝼蚁一般 詹堂实话实说 人数多没有用 在我们这些修者面前 真就是不堪一击的笑话 一根指头 就能摁死一大片 岛主 我并非盛气凌人 而是实话实说 你说的是实 华夏中途 处于末法时代 道数凋零 法术更是几乎绝技 唯有一些古武宗师 凌驾众生 不过呢 任何古武宗师 在修炼法力的高手面前 恐怕都只是一个笑话 黄小龙点头道 不过呢 俗事有俗事的好 这里的人 显得更真实 有自己喜怒哀乐 人生际遇 海外修者世界 太过冰冷与功利了 好了 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去卧龙山庄 那是我的地盘 黄小龙一笑 施展了一个障眼法 遇见直接飞往位于边海市郊区的卧龙山庄 卧龙山庄 黄小龙将真龙身外化身 埋葬在了卧龙山庄之下 形成了一条绝佳的龙脉 一年四季 无时无刻 都有龙气在阴晕 这样的 生活在卧龙山庄里的人 日渐的脱胎换骨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都充斥着龙气 就连大脑 都比以往更加的聪明与透彻了 此时 在一个庭院中 一些气质绝佳 青春漂亮 动人至极的美女 正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聊天的内容 都是关于 黄小龙 而这些出色的美女 尽数都是黄小龙的老婆 林静 苏小曼 周密 苗二芳 崔飞烟 Shirley白 等等黄小龙的老婆 也还有譬如景小溪这种 与黄小龙有些暧昧 却没有捅破 最后一层窗户纸的女孩子 事实上 黄小龙留了一缕神念 分身在卧龙山庄 这分身 也就是相当于黄小龙本人 所以 他们倒是不至于想念黄小龙 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但的确还是十分的担心黄小龙 爱小龙都已经去了好些日子了 他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林静忧心忡忡的道 静姐 你就别替小龙大师担心了 他这人啊 不去惹别人 就算是好的了 谁敢招惹他呀 美女主播周密笑道 旋即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怅然之色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他会啥时候回来看我们 一年 两年 还是很多年呢 早知道这样难熬 当初我就厚着脸皮 和他一起去海外了 崔飞烟有些后悔的道 哎 你们别太伤感啊 说不定呢 大师他立刻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然后带着我们一起离开 去海外世界 Shirley白毕竟是在西方长大的 在他的思维之中 也是充满了浪漫与幻想的情感 这么一说 其他老婆就笑了起来 Pushirley白 拜托了 你不要这样自欺欺人好不好 小龙怎么可能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是啊 小龙说过 要等他在海外世界 站稳脚跟 他才会回来接我们的 如果小龙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就现在 那我立刻二话不说 输一千万给你 Shirley白 就在这时 一把慵懒的嗓音 让这些美女都魂牵梦绕的嗓音 在他们头顶上方想起 老婆们 我回来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话音刚落 炫光一闪 剑气直接降临在这个庭院之中 一名轻松帅气的少年 徐旭从剑气之中 走了出来 第1067章 传递讯息 这时 黄小龙已经带着詹堂 宋羽如 迎奥山 三只小妖怪 返回了卧龙山庄内部 并且降落在庭院中 出现在自己的老婆们视线里 刹那间 老婆们的面部表情都极为的凝固了 眼睛一顺不顺的盯着黄小龙 惊喜 震撼 意外 幸福 不一而足 与之同时 修 一个与黄小龙一模一样的人影 从山庄内飞了出来 直接融入到了黄小龙的本体中 让得黄小龙的精气神 又凝聚增加了几分 这便是黄小龙留在卧龙山庄 镇压一切的那一缕神念分身 本体回归 分身自然也就融入本体 呀 见状 瞻堂眼珠子都差点爆了出来 眼珠嘴 才没有惊声尖叫 过了几个呼吸 瞻堂才慢慢松开手 颤声说道 这是 这是 这是神念分身 将神念分身实体化 形成一个单独的生命 本体死了 只要分身不灭 生命依旧可以延续下去 这就是天地法相境界大巨头的手段 瞻堂真的要抓狂了 黄小龙这才二十多岁呀 如果他的确是天地法相境界 那根本就不能用天才和妖孽来形容他了 特么就是神就是仙啊 就能和太阳肩并肩啊 毕竟 与黄小龙算是同代之人的下顶 乾隆榜上排名第26位 也就是杜杰境初期而已 已经算是了不得的天才了 或许或许岛主只是有一件 可以制造神念分身的法宝 天地法相境界 不太可能不 不可能不敢想 完全不敢想沾堂连连如此告诉自己 这个时候 老婆们 尽数都是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黄小龙挨个儿与老婆们拥抱 老婆们都是狠狠地死死地抱住黄小龙 想将黄小龙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生怕这只是一场美丽的梦境 好啦 你们别那么激动嘛 黄小黎想笑嘻嘻地道 小龙 你真的回来了 林静都有些语无伦次地道 这次 这次你 美女老师楚婷婷 则是开玩笑地道 小龙 你是不是在海外世界混不下去了 没关系 回家就好了 回家我们会收留你的 扑 这次回来难恩 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宣布 好啦 马上吩咐人 准备晚宴 黄小龙洒然一笑 我们去宴会厅 老婆们欢欢喜喜蹦蹦哒哒地 亲自去给黄小龙 安排接风洗尘宴了 瞻堂 这里 就是我的卧龙山庄 你有没有发现 此处有何不同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着瞻堂 瞻堂倒是有些迷惘 他用神念扫荡了几遍卧龙山庄 除了发现 山庄内埋葬着不少的福转以及阵法 却并没有发现龙脉 也对 黄小龙早就把龙脉的气息给遮掩了起来 以瞻堂的境界来说 也是无法感应 但身处在卧龙山庄 瞻堂此刻 也是在受到龙气的滋养 好了 以后你会知道的 嗯 先去吃饭 黄小龙笑了笑 很快 宴席就准备好了 卧龙山庄最大的宴会厅 摆开数十席 都是国宴的标准 黄小龙与老婆们 坐在最上方的一席 能够参加这等晚宴的 基本上都是黄小龙的信妇 边海四大家族 其中高加倍毁 就连黄小龙扎出来的纸人 都被鼠山派的林骁鹏毁掉了 因此 只剩下三大家族高层 出现在晚宴上 先吃饭吧 大家先吃饭 黄小龙也不急 面对满桌的美食 自然是要先大块朵仪再说了 开动 席间 不少人 譬如林自聪 譬如各大家族的高层 营销营澳天等人 都是恭恭敬敬地端着酒杯 过来给黄小龙敬酒 黄小龙也都是酒到杯干 酒过三旬 黄小龙也是填饱了肚子 嗨嗨 他干咳了一下 整个宴会厅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停止了吃喝 停止了焦头接耳的聊天 极为尊敬地看着黄小龙 各位 我就长话短说了 黄小龙一笑 前些日子 我去海外游历 你们也没想到 我会这么快便返回吧 是这样的 我在海外拥有了一座岛屿 如今要建立一个门派与海外各大派分庭抗礼 我需要人手 听着 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携家眷亲人 与我一起出海 在那座岛上 我也安排了一些机缘给大家 至于什么机缘 现在不说破 黄小龙笑了笑 不过呢 得到这一丝机缘 至少是可以拥有力量 延长寿命的 黄小龙并没有匡骗在座的人 去了龙岛 就能继承龙力 哪怕在垃圾 继承一道龙力 也可以获得相当于凝炼出两千道真气的古武大宗师之力 两千道真气啊 这就是人形凶兽啊 而且 一旦成功继承龙力 也就相当于淬炼过形体 脱胎换骨 寿命绝对增加 想想也对 巨龙 几乎就是永恒不灭的存在 人若继承一些龙力 不说长生不老 但打破生命桎梏 轻轻松松活个几百岁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有人都对黄小龙的话 深信不疑 大家的眼睛 都有些灼热发亮了 当然 我不会强求大家 毕竟 大家的根基 都在华夏中途 都在滨海市 在这座城市 有你们的事业 你们的家园 你们的亲人好了 愿意跟我走的 站起来 黄小龙笑道 我们愿意 黄小龙的老婆们 统统站了起来 小龙大师 您若不嫌弃 我们林家 将携所有族人 一同前往海外 林家当代的族长 林老爷子 直接站了起来 俗世中的一切 皆可放弃 我们孙家 也愿意全员前往海外 我们书家 愿意侍奉 小龙大师左右 乖女婿 我愿携我赢家全族 追随你 十大鼓舞世家的赢家 家主营销 也是立刻表态 边海市的几大家族 热烈响应黄小龙的号召 基本上没怎么考虑 全家老小 都会与黄小龙一道 往海外迁徙 岛主在华夏中土的人脉 果然是很深 但是这些人 都是凡人 稍微厉害一点的 无非就是鼓舞宗师 这等势力 若是在华夏中土 或许还算是不错 但是到了我们海外修者世界 尽数都是炮灰 不 连炮灰都不如 不知道岛主 依靠这样一些人 如何组建一个门派 得到其他大派的认可 詹唐心头也是狐疑 在场境没有一个人 表示自己想要留下来 除了几大家族 以及赢家之外 还有崔飞烟之父崔东 以及邹时 洪全涛 邱董 赵七哥 等等等等的就相识 都是愿意带着家儿老小 跟随黄小龙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留在滨海 终究走的 只不过是生老病死 这一条凡人之路 可一旦跟随了黄小龙 走的 就是另外一条路 好 那么事不宜迟 你们就赶紧回到你们的家族中 安排一番 将这件事 告诉你们的族人 家人 他们若都愿意去海外 那就开始收拾戏软吧 时间紧迫 我不会等你们太久的 黄小龙立刻吩咐道 当下 许多人都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 马不停蹄地去安排猪班事宜了 滨海市 将会迎来一次大迁徙 几乎所有的社会上流人士 都会 消失 晚宴结束 给我准备一间密室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黄小龙表情认真严肃 好的 小龙 我立刻给你安排 林静点了点头 密室中 黄小龙盘息而坐 眼观鼻鼻关心 现在 我要用神念 发出信息 这信息 要传递到整个华夏的每一个角落 曾与我结下善缘之人 统统都会接收到这个信息 黄小龙 将会运用一个大神通 神念传讯 首先在他的脑海里 就走马观花似的 浮现出来了曾经结交的一个个人 譬如十大古武士家 除荧家之外的其他家族 譬如江南市的古武家族 黄小龙弟子 金老爷子一家 又譬如 东安市的沁雪 当然 还有滨海市的一些人 楚婷婷那个同学杨凯 市长方世杰女儿方昭雪 狐妖娘娘 蛇妖娘娘 黄皮子 堵树高手姬烟雪 她的保镖欧阳玲玲 黄小龙收的女徒弟 落头民蒙敬玲 等等等等 不胜美举 几乎就是一网打尽 但凡与黄小龙有过善缘的人 都在黄小龙脑海之中 浮现了出来 黄小龙的神念 分出一缕又一缕 隔空向这些人 传递过去了一道意念 我是黄小龙 如今我给你们一个机缘 你们若是愿意 可随我一同去海外修着世界 当然我不会勉强 更加不会抢求 恩绝一要去海外的 便立刻起身 前来滨海誓 与我会合 第1068章 会合 黄小龙将自己的意念 传达了出去 记忆中的这些人 无论相隔多么的遥远 都能够在第一时间 极为精确地接收到 黄小龙的传讯 这是一门大神通 哪怕是海外修着世界 极为强横的大能 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 传讯完毕之后 黄小龙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搞定 建立门派所需的几万人 我应该差不多已经凑够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久别圣新婚 该去和老婆们那个啥了 哇哈哈 耶 华夏古武世家 轩辕世家的总部 这是一片寂静的山脉 几乎人际不至 在这片山脉的深处 建筑着连绵起伏的庄园 都是木阁楼 古色古香 还挑起长龙式的灯笼 破有点深山小镇的味道 此时 在某个庄园的广场中 一群气息深沉之人 盘坐在地 正在对月吐纳 似乎是在吸收月之精华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真气 如龙似蛇 在他们身体周围 一散吞吐着 而他们的口中 也是时不时就喷溅出来一道物件 刺得空气波波爆响 这些人 尽数都是轩辕家族的核心人物 清一色的鼓舞大宗师 轩辕家族 本就是十大鼓舞家族之首 这次 在得到了昆仑鼓舞传承之后 更是如虎添翼 过不多时 修炼结束 这些轩辕家族的顶级高手 都纷纷站了起来 身体一抖 四面八方就传递出来了 噼里啪啦的震宝声 极为的迅猛 为首一人 乃是轩辕家族的当代家主 家主 我们闭关已久 族人对于昆仑绝学 已经有多领悟 整个家族的实力 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不止 一名族人 激动得难以自持 是的 这一次昆仑秘境之行 我们获益匪浅 只可惜 罢儿他 哎 族长微微摇头 顿了一下 族长神色冷立得有些可怕 不过 谁也不准记仇 此事已经过去了 那黄小龙大师 手段通天 横推一切 他不仅仅只有鼓舞方面的造化 在诸多领域 都是精彩绝艳 此人就是天才之中的天才 万万不能够谈报仇一事 连想都不能想 事实上 黄小龙大师 允许我们修炼昆仑派绝学 已然是在以德抱怨了 我们应该 感恩 是 所有的族人 都是诚惶诚恐的点头称是 同时回忆起来 当初黄小龙那天神下凡的雄姿 心头都是不寒而栗 又是惧怕 又是膜拜 丝毫不敢产生恨意 就在这时 所有人的脑海里 都响起了黄小龙的声音 什么 黄小龙大师 召集我们去边海市 有机缘 他要我们随他一起 前往神秘莫测的海外世界 组长惊吼道 组长 我们也接收到了 黄小龙大师传递的讯息 太神奇了 简直太神奇了 我们轩原家族满门 居然都在脑海里 浮现出来了黄小龙大师的身影 以及他说的一番话 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 盖世无双啊 组长 怎么办 轩原家族组长 几乎是不假思索 去 马上去边海 通知所有族人 马上去边海 与黄小龙大师会合 黄小龙大师是神仙中人 他要赐予我们一场机缘 那我们 我们 轩原家族组长 整个人都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脸色潮红 快 马上召集所有族人 与之同时 除了轩原家族 其他的古武士家 什么燕家 羽家 鸡家 这些古武家族的组长 核心 都在同一时间 脑海中接收到了黄小龙的传讯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迟疑 每一个古武家族的组长 都直接下令 出动家族的私人飞机 连夜就前往滨海市 卧龙山庄 与黄小龙会合 刻不容缓 一场逆天改命的机缘 没有人愿意错过 护士 公子在召唤我们 狐妖娘娘 蛇妖娘娘 刺猬 黄皮子 这几只大妖 化为滔滔妖风 直接挂向了滨海市 同样也是在护士 诡异的夜色中 一个血淋淋的头颅 正在一些高楼间穿梭 这人头 乃是一个女孩子的头颅 伴随着血雾与血花 邪气森森 周遭的一切阴魂厉鬼 都远远顿走 吓得快要魂体崩碎掉了 更加诡异的是 这头颅 还睁开着眼睛 嘴角勾勒出来了一抹笑意 呵呵 师父教给我的百花飞头匠 我终于修炼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唉不知道 师父现在身在何处呢 这头颅 正是黄小龙收的女徒弟 萌静灵 突然 一股意念 隔空传入萌静灵脑海中 啊 师父在找我 边海市 卧龙山庄 萌静灵脸上浮现出大喜之色 血色头颅 立刻加速 化为了残影 钻入一栋楼房中 头颅回到了身躯之上 萌静灵从床上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脖子 然后穿好衣服 直接跑出房间 开门 这是一个酒店 他刚刚开门 对面一个房间的门也打开了 走出来一名男子 正是当初黄小龙佛州市 所结识的一名道士 明宽 明宽道长 蒙静灵开口道 静灵 你是不是接收到了小龙大师的传讯 明宽眼睛发亮 嗯嗯 明宽道长 我师父也给你传讯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 马上去边海市找师父啊 蒙静灵迫不及待地道 还有 马出下那玄学会 设立在华夏每一个省市的道士 也都接收到了黄小龙的传讯 没有二话 玄学会全体成员 集体赶赴边海市 可以说 在这一夜 华夏一部分顶级的人物 都已经络绎不绝地 前往了边海市卧龙山庄 在卧龙山庄 黄小龙正在和老婆们 做一些恩爱的事 不过 却有一些人 很快就登门造访 都是边海市 接收到黄小龙讯息的人 譬如方昭雪 在秉明父母之后 她的父母 都同意 她随黄小龙出去闯一闯 说不定能够成就一场造化 又譬如崔飞烟之父崔东 邱董全家 赵七哥全家 也都纷纷带着行李箱 来到了卧龙山庄 林自聪和迎奥天 接待并安顿下来这些人 次日下午 基本上所有得到传讯的人 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卧龙山庄 无意缺席 如此 卧龙山庄 就已然是挤满了人 足足数万人之多 卧龙山庄最大的广场内 黄小龙凌空悬浮 俯视着下方数万人 所有人 都是屏息 用一种膜拜 沉浮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呵呵 多谢各位捧场 黄小龙笑道 这次传讯 让大家过来 的确是要带大家 前往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 这个世界 非常的神奇 就类似于仙霞小说中的修真世界 那便是海外的世界 修真世界 人们的目光 都有些发亮了 对 海外修者世界 修炼的是法术 什么是法术 呵呵 腾云驾雾 遇见千里杀人 操纵雷霆风暴 无论多么厉害的鼓舞大宗师 在海外修者面前 都宛如蝼蚁一般 这次 我在海外修者世界 得到了一块地盘 准备好好发展一番 建立一个门派 你们这便随我去吧 我会赐予你们 一场造化 说不定 你们也能成为修者 正道长生 黄小龙并没有夸大其词 他只不过是在叙述一件事实 但下面这些人 听的都是如痴如醉 誓死效忠小龙大师 誓死追随小龙大师 小龙大师 请赐予我等先缘 立刻 便有不少人高声咆哮了起来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我必须在四个月之内 将门派缔造出来 黄小龙一挥手 大量的符传 便如雪片一般 飞旋而出 这些是我今早画出来的 一批飞行符传 人手一张 这飞行符传 足以让你们 顺顺利利飞到龙岛 黄小龙笑了笑 数万张飞行符传 当然 也并不是他自己画的 统统都是命令地府中的 阴魂立鬼画出来的 地府鬼多 无穷无尽 每一只鬼画一张符传 也瞬间就完成了 以前 黄小龙不喜欢操纵地府之鬼做事 不过现在嘛 既然是要在海外世界 闯荡出一番名头 就不必讲究这些了 物尽其用吗 不 应该是鬼尽其用 人们接过飞行符传 都感受到了符传上 弥漫出来的森森鬼气 尽数都是骇然 岛主 人手的确已经足够了 瞻堂在下方恭敬说道 那么 我们现在便启程返回龙岛吧 啊 岛主 您回到华夏中土 仅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便招募到了数万人之多 着实难得 这等人数 都足以缔造出一个大派了 你们都使用飞行符传吧 黄小龙将使用飞行符传的简单方法 告诉了众人 然后 他用了一个障眼法 让得在场的每一个人 哪怕是飞了起来 都不会被其他不相干的人发现 下一秒 嗖嗖嗖 人人都记起飞行符传 像是乘坐了魔毯一般 飞上天空 数万人啊 密密麻麻 简直就好像蝗虫过境一般 遮天蔽日 这种状况 简直让人看一眼 就头皮发麻 黄小龙也祭出飞剑 让得所有老婆们 还有詹唐 三只小妖怪 都纷纷踏上飞剑 在飞走之前 黄小龙忽然一笑 我要将卧龙山庄 整个带走 搬运去龙岛 第1069章 巨龙驼山庄 詹唐一听 黄小龙要将卧龙山庄搬走 心中也是略有骇然 修者在真达神通敬之后 就有一念搬山的能力 但这卧龙山庄 占地面积极广 修建得很是精美 倘若用蛮力搬运 恐怕也是会损及山庄内的各种建筑与设施 詹唐的念头才刚刚产生 赫然之间 便听黄小龙轻声一哼 起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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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响声 宛若地动山摇 一整个卧龙山庄 拔地而起 这不算什么 可是 当詹唐看到接下来的一幕时 整个人的魂魄 都快被吓得脱壳而出了 龙 他看到了一尊巨龙 这并不是死去的龙 而是一尊活着的真龙 长有数百米 通体仿若是用铁水浇筑而成 充满了震撼性的力量 除却龙角是晶莹剔透外 龙体呈现出来了一种深渊般的黑色 鳞片闪烁着古老而神秘的光泽 龙眸微微一转 用一种凶利的目光 静静地看向了詹唐 詹唐身体一颤 就差点从空中掉落下来 龙是 是 是 是真龙者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龙 传说中的存在 与神并利 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 早就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 可今是今日 詹唐亲眼看到了一尊龙 这龙 缓缓地腾空 在硕大的龙背上 驮着一个草木葱龙 建筑物伶俐的山庄 卧龙山庄 巨龙驮山庄 这等异象 简直让人跌爆眼球 而这个时候 山庄内 就开始闪烁起来 一道一道 尊贵的龙器 詹唐 你现在明白了吧 黄小龙傲然一笑 我这卧龙山庄 有一条真龙守护 这不至于一条顶级龙脉 身处在卧龙山庄内 人每时每刻 无不被龙器滋养 足以脱胎换骨 瞻堂心神巨阵 恍然大悟道 我明白了 岛主 因此 你们都能够在巨龙遗迹 成功继承龙力 呵呵 现在 我将卧龙山庄 搬运到龙岛 龙脉之气 一散整个龙岛 我以此为根基 建立门派 你看如何 黄小龙笑了笑 岛主 詹唐明白了 詹唐激动得难以自持 龙脉加巨龙遗迹 这是何等伟岸的底蕴 有了这种底蕴 建立一个门派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一开始 詹唐对黄小龙的计划 十分怀疑 认为是异想天开 至此 他才终于明白 黄小龙根本就不是瞎搞 而是有地方使 岛主您 您 您一定会成功的 您注定将会在海外修者世界 缔造属于您自己的一段传奇 詹唐俯首道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立刻出发吧 黄小龙放了一个极为高明的障眼法 将卧龙山庄和真龙分身 都屏蔽起来 不但凡人看不见 甚至连极为厉害的海外修者 用神念扫 都难以发掘 当下 黄小龙催动飞剑 带领数万人 漫山遍野一般 朝海外飞去 在飞行的过程中 黄小龙又命令地府万鬼画符 这次画出来的符传 是帮助这些从未去过海外的人 能够看破海外的各种障眼法 真正地了解海外修者世界 不至于在海外睁眼如茫 画好符传 有无穷地府因魂利鬼现身 将这些符传 纷纷打入人们的体内 如此一来 人们在看向茫茫大海的时候 比之以往 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色彩更丰富了 更有层次感了 也更加神秘了 飞箭之上 咦 小龙 这大海 怎么和以前的样子都不同了呀 美女老师楚婷婷 好奇不已 嘿嘿 当然不同 以后啊 你们有机会接触到 另一个世界 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哦 黄小龙笑了笑 不过一点也不用担心 有我在 会保护你们的 一路上 人们有说有笑 数万人一起赶路 一点也不枯燥寂寞 宛如一个族群的集体迁徙 非常的壮观 就如此 大部队一直飞行到了黄昏时分 落日余晖洒在海面上 如一块块瑰粒斑驳的碎金 终于 龙岛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 那是一座并不大的岛屿 通体被一层层光幕包裹着 岛上的建筑物 也基本上没有丝毫中土现代化城市的气息 不再有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 也没有大型商场超市 更加没有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 有的 只是古朴 充满了韵味的木阁楼 琉璃瓦 宫殿 穿越感极强啊 天啊 小龙 这就是你所说的海外仙岛吗 太美了 纯粹的自然风光 比我去旅游过的任何一个海岛 都更加漂亮呢 崔飞烟惊艳不已 完美 真是完美 小龙 以后 我们就生活在这岛上了吗 林静也是激动 周密和苗二芳等老婆 本身就是喜欢幻想一些 此时 面对龙岛 便如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一般 如梦似幻 其他的人 譬如十大古武士家的诸位组长 高层 也都是惊叹不已 他们俨然 已经开始触碰到一个 从来没有涉足过的全新世界 对 这就是龙岛 还不错吧 这是我们在海外世界的家园 不过现在这么多人登上龙岛 也未免有些拥挤 看来 我要田岛才行了 黄小龙就感觉到了一种百废待兴的味道 也蛮有干劲 就在这时 空气之中 就有大量的神念 滚滚而来 哈哈哈哈 居然找到了不少凡人 难不成 就要靠这些孱弱如蚂蚁的凡人 组成一个门派 笑掉老夫的大牙了 哈哈哈 数万凡人 嘖嘖 人数是不少 但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一窝蚂蚂蚁而已 数量再多 动念之间就摁死了 这些神念 都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味道 显然 黄小龙发出通告 要在这海外修者世界 组建一个新门派 这个重磅消息 已经在整个海外世界 传得沸沸扬扬 惹来不少关注 而所有的关注 都充满了鱿鱼和质疑 以及嘲讽 立马 一边倒的质疑 或许 只有真正的疯子才会选择 相信黄小龙吧 不过 这些神念 也并没有扫查 发现到黄小龙的底牌 卧龙山庄 真龙分身 面对这些神念 哪怕是十大世家的那些 古武大宗师们 都呼吸不畅 压抑得快要窒息了 脸色苍白如纸 修炼法力的强者 的确不是古武大宗师 可以抗衡的 仅仅也就是 一缕千里之外的神念 也足以让古武大宗师们崩溃 哼 守在我家门口做什么 简直就是无聊透顶 都退散了吧 四个月之后 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 过来观礼 黄小龙冷哼一声 旋即 一个庞大的障眼法绽放出来 将所有神念都隔绝掉了 我们走 黄小龙一声令下 请客之间 便是带领所有的人 飞到龙岛上空 降落了下去 岛上点燃了无数的灯笼 一片璀璨 此时 东方先生 以及六名散修 却是在翘首以盼了 东方先生 您看 六名散修同时叫道 岛主回来了 还带了好多人回来 不可思议 岛主带回来了好几万人 轰 首先降落在龙岛上的 是被真龙驼着的卧龙山庄 黄小龙口中念诵咒语 双手不断打出各种手印 一道道配然法力 喷搏而出 真龙分身 连同卧龙山庄 一下子就生生地镶嵌在龙岛上 一块广袤的平地之上 真龙分身也是 迅速钻入龙岛底部 刹那间 整个龙岛就被鱼龙蔓延的龙气缠绕住了 换言之 龙岛也拥有了龙脉庇护 真龙潜在海中 便是龙归大海 释放出来的龙气 更加磅礴 品质也更高了一些 人处在龙岛之上 每天自动被龙气滋养 避意无穷 黄小龙依旧施法 将这等奇观 屏蔽起来 使得海外各方势力 暂时无法亏伺他的底牌 卧龙山庄 好像横谷以来 就屹立在龙岛之上 十分契合 看不出搬运的迹象 降临下来了一座 颇具规模的庄园 东方先生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手笔 这简直就是大手笔 这占地数十上百亩的庄园 竟被岛主从华夏中途 千里迢迢地搬运而来 丝毫无损 岛主可真是手段通天啊 走 我们过去看看 东方先生和六名散修 却也没有发现 真龙分身 倘若被他们发现了 恐怕现在会被惊吓地跳起来 卧龙山庄旁 数万人降临而至 黄小龙和老婆们 以及另一部分人 却是直接降落在卧龙山庄内 哇塞 终于到了耶 周密娇笑道 我都想开直播了 呃 不过手机没信号 岛主 您回来了 东方先生带着六名散修 冲入卧龙山庄 到了黄小龙身前 呵呵 东方先生 这次我带了几万人过来 从今天开始 这龙岛之上 人气鼎盛 不会再冷冷轻轻轻的啦 黄小龙笑道 好事 好事 这是好事 东方先生连忙说道 东方先生 你看我这卧龙山庄如何 黄小龙随意笑道 气象万千啊 东方先生油目四骨 赞叹道 古色古香 布局颇具匠心 没想到华夏中途 也有这等雄奇瑰丽的山庄 现在人多了 事情也有的忙了 黄小龙笑道 东方先生 现在你便是龙岛的大管家 我带过来的人 有各种工匠 厨子 有劳你安顿他们 并将一些日常的工作 交给他们 哈哈哈哈 岛主 您放心 老朽会安排妥当的 东方先生 眯眼一笑 当即 东方先生 就开始安排 诸班事宜 将大部分人 都安排在了龙岛 原来的各种客栈中 住了下来 并按照个人的特长 布置下来了工作 各司其职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黄小龙和老婆们 还有几只妖怪 大部分女眷 都入住到了卧龙山庄内 瞻堂和东方先生 也在卧龙山庄里 分到几间房 当晚 龙岛上欢声笑语 篝火处处 再歌再舞 这是一场盛大的晚宴 岛上储存的食材并不少 而且像瞻堂这种神通静的修者 随意施法 便能捕获大量的深海鱼类 大龙虾 甚至鲨鱼 鲸鱼 黄小龙带来的人中 厨师并不少 因此 晚宴之上 山珍海味 极其丰盛 来自中土的人 也极少吃到 这等原汁原味的海鲜 一个个都是大块朵鱼 老婆们因为从此以后 可以同黄小龙掌相厮守 因此特别欢快 竟围着一堆篝火 跳起舞来 总而言之 这一夜 龙岛 儼然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黄小龙释放了好几个障眼法 使得无论龙岛上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被其他海外修者窥视到 深夜 卧龙山庄内 一间一世厅 黄小龙九足饭饱地坐在守卫上 瞻堂 东方先生 六名散修 以及黄小龙的诸多老婆 三只小妖怪 狐妖娘娘等大妖 齐聚一堂 岛主 如今建立门派的人手 已然充足 下一步 应该怎么做呢 瞻堂对黄小龙接下来的计划 非常感兴趣 因为 他知道黄小龙的底牌 打消了之前的顾虑 反而对黄小龙信心百倍 岛主 咱们现在 可是受到了海外各方势力的关注啊 东方先生哭笑不得的道 老朽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 恐怕 什么鼠山派 峨眉派 青城派 空同派 这些大派 都在盯着咱们呢 可是呢 统统都是 在看咱们的笑话 看笑话 四个月之后 我要他们统统都笑不出来 黄小龙眼中 有着一抹讥讽之色 不过也要抓紧时间才行 明天 我便准备闭关 闭关 所有人都用疑惑的目光 看向黄小龙 不要忘记了 上次去那巨龙一记之地 我将整个祭坛都搬运了回来 我说过 那祭坛 其实就是 蕴含了时间法则 与空间法则的阵法 五十年开启一次 这次 我要闭关 将那阵法参透 修改祭坛的时间法则 让得咱们龙岛之人 每天都能继承龙力 如此 龙岛之上 人人如龙 以此为根本 就能缔造一个新的门派 黄小龙将自己的计划 和盘托出 太好了 岛主 那 那 那我 也能继承龙力了 沾堂都有些热血沸腾了 继承龙力 东方先生和六名散修 都是有些猛逼 呵呵 东方先生 或许你还不清楚 不过 走着瞧吧 你亦能继承龙力 黄小龙笑了笑 又道 我还会将祭坛上的文字参透 那些文字并不属于人类 应该是龙族的文字 将龙族文字参透 或许会是另一番机遇 那小龙 你好好闭关吧 我们不会打扰你的 盈澳山郑重其事地道 次日 清晨 黄小龙开始闭关 这一次闭关 对于黄小龙的整个计划 极为的关键 第1070章 使者到来 在卧龙山庄 本就有一些清静的闭关密室 而且整个龙岛 都被黄小龙 用高明的阵法 与障眼法屏蔽起来 不用担心 会有外敌来侵犯 铜墙铁壁的密室中 有一蒲团 黄小龙盘息而坐 拿出巨龙遗迹中的祭坛 那祭坛 早被黄小龙 用符传与密法封印 缩小成为了一个巴掌大的模型 模型绽放出来了古老苍茫的气息 以及一种莫名的一时空气氛 祭坛虽小 但其上的符文 字体 龙头雕像 却是栩栩如生 和这次闭关 我一定要把这祭坛的所有秘密 一一参透 黄小龙眼睛微眯 渗出一丝仿若可动穿一切的精芒 事实上 黄小龙是很有研究精神的 从小到大 他都喜欢研究 研究地府中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研究各种复杂艰深的符传 研究五花八门的阴魂鬼物 研究 会让他获得快乐 神念 一丝丝的渗透 进入了祭坛之中 黄小龙准备知解这祭坛 一步一步的来 首先 参透祭坛阵法中 关于时间的奥妙 至于空间法则 还有那晦涩难以明白 不属于人类的文字 放在后面再说 以黄小龙对于阵法的理解来说 轻而易举 便能找到 祭坛阵法中 关于时间法则的部分 他的神念 也完全笼罩在这一部分上 心无旁骛 日以继夜 废寝忘食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天 骤然 黄小龙微微闭合的双眸 一下子睁开 两道闪电从他眸中暴闪而出 在空气中形成噼里啪啦的电弧光 一下秒 黄小龙微微一挥手 羞羞羞 千丝万缕至尊纯粹的龙器 被黄小龙的法力引动 从祭坛阵法之中 飘飞而出 黄小龙也不去汲取这些龙器 任由其在密室之中徜徉 只见 这些龙器 与空气一接触 立刻就扭曲 组成了各种浮转 几乎是在一个眨眼不到的时间里 这些浮转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在这个阵法的笼罩之下 整个密室的时间都变得极为 极为缓慢了起来 哦 时间阵法已经被我提炼出来了 呵呵黄小龙脸上 浮现出来了一抹 势然畅快的笑意 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祭坛上布置的时间阵法 被我剥离出来 现在 我要修改一番 祭坛上的时间阵法 是五十年开启一次 黄小龙将这阵法提炼出来之后 便能加以修改 这个时候 黄小龙五指一抓 那时间阵法中 密密麻麻数百上千个浮转 就被他抓了起来 阵法陡然缺失了不少符传 立刻变得狂躁而不稳定起来 瑟瑟发抖 似要崩散 这是极为关键的时刻 黄小龙不敢怠慢 凝聚法力 大吼一声 定 蛇战春雷 哄 一个金光闪闪 竟无暇晦的定字 便是凝聚成形 悬浮在密室之中 凝固了 密室中的一切都凝固了 时间凝固 空间凝固 空气凝固 那紊乱 即将暴碎的时间阵法 也凝固起来 在这一切都凝固的氛围之中 唯一不会受到干扰的 便是黄小龙 呼好了 现在我就来修改阵法 黄小龙笑了笑 被他从时间阵法中 抓出来的数百上千个浮转 就好像是群星一般 萦绕在周身 冥灭不定 N只要将这些浮转 排列的顺序 改动一番 就能彻底改变 祭坛阵法的时间规则 从五十年开启一次 变成每天开启一次 哈哈哈哈 黄小龙心头大定 接下来 便是将数百上千个浮转 排列顺序移动一番 最后 一个个浮转 重新打入阵法之中 砰 密室中的金光定字 骤然暴碎 而这个时间阵法 散发出来的韵味 的确和之前 有了天翻地覆的差别 成功了 黄小龙不出意外地笑了笑 以后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 继承龙力的仪式 就会开放一次 心念一动 黄小龙又把时间阵法 重新打入祭坛中 如果被人知道 黄小龙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一个时间阵法的规则 这一定会经得人神魂出窍的 要知道 改变时间空间的规则 在海外修者世界 只有那种天地法相境界 甚至天地法相境界后期的万古巨头 才做得到 以无上的法力 仓物宇宙变化的规则 从而扭转光阴 改变虚空 黄小龙也就是二十出头 竟有如此手段 这让人如何不经害欲死 被那些海外门派的巨头 知道了此事 恐怕也不会允许黄小龙 去参加今年的乾隆榜天才之争了 毕竟 哪怕是乾隆榜上 排名第一的妖孽 都远远没有黄小龙这一份手段 继续研究 祭坛阵法的空间规则 研究了一天一夜 黄小龙发现 这空间规则 比时间规则 更加难以参透 我已经找到了 祭坛阵法中 关于空间法则的部分 黄小龙微微点头 旋即将这一部分 从整个祭坛阵法中抽离出来 和刚才一样 也是千丝万缕的龙气蒸腾 然后这些龙气 在空气中扭曲 变成若干数不清的细小符传 组成一个阵法 这个阵法的阵眼 是一片漆黑的漩涡 仿若虫洞一般 深邃可怕 充满了神秘气息 的确 这阵法 通往一个极为遥远的世界 不是人类世界 也不是地球 是另外一个空间 黄小龙试探性地放出一缕神念 渗入阵眼中 那虫洞式的漆黑漩涡里 神念以光速 在这虫洞中穿梭 可是 虫洞太漫长了 神念根本无法穿过虫洞 到达另一个时空 而且 黄小龙这一缕神念 却是越来越弱 最终 在穿梭的途中 被虫洞内的恐怖能量风暴搅碎了 没办法穿越过去 黄小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休息几天再继续研究 黄小龙将这空间阵法 原封不动地送回祭坛中 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这次闭关 虽然没能看破祭坛的所有秘密 但至少破解和修改了时间法则 让龙岛上的人 每天都能汲取龙力 经年累月如此 龙岛上势必诞生一批强者 黄小龙的目的 算是达到了一大半 至于那个通往一时空的虫洞 说实话 这玩意儿已经超出了黄小龙的认知了 对 黄小龙虽然是地府阴天子 甚至可以说是地球上 唯一的神奇 可是 他终究只是地球上的神奇啊 而祭坛中的虫洞 通往的地方 绝非地球 很有可能是巨龙栖息之地 黄小龙一旦打通了这个空间壁垒 顺利从虫洞中穿越过去 那也不知道是福是货啊 真要是去到了巨龙国度 那黄小龙这阴天子 恐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黄小龙歪歪了一下 自己被几百上千尊巨龙围攻的场面 尼玛太酸爽了 卧槽 这玩意儿 有点凶残啊 黄小龙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好了 先出关 然后把祭坛放在龙岛上 我来举办一个万人继承龙历的仪式 哈哈哈哈 黄小龙收拾好心情 脸上浮现出来了好玩的表情 对 他准备先让龙岛上的每一个人 都试试继承龙历 看看他们能继承多少 大家都在之前的卧龙山庄 亦或者在现在的龙岛上 居住了一些日子 身体饱受龙气的滋养 都能成功继承到龙历 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子花匠 亦或者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苗二方周密楚婷婷等老婆 都能获得龙力 龙力伟岸啊 哪怕得一道 都能在华夏中土 碾压一切 另外 譬如那些古武世界的大宗师 在继承龙历之后 恐怕会对古武绝望 也对啊 修炼了大半辈子的古武 到头来 还特么不如继承一道龙历 黄小龙越想越是得劲 便抬不朝密室外面走去 就在这时 龙岛上空 传来一道强横的意念 这意念 化为声音 响彻龙岛 此岛之主 为何闭门不见 无奈海外各大派拆遣而来的使者 特来考察 看看 此岛是否真的具有潜力 组建成为一个新兴门派 嗯 海外各大派 潜来的使者 黄小龙一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